第四月三號的強震發生之後 到現在是不斷出現餘震 像是在下午的一點零九分 又發生規模五點一地震 震央視在臺灣的東部海域 地震側報中心就表示 目前已經是有七百多起餘震 其中規模五以上的有二十八個 預估至少這一個月期間 餘震都會蠻活躍的 不過整體看起來有趨緩的現象 山區邊坡落石 持續不斷滑落 花蓮七點二強震後 餘震仍持續發生中 下午一點零九分 在發生瑞士規模五點一的地震 震央位在臺灣東部海域 地震深度僅五點一公里 根據氣象署的統計 截至四月八號下午四點 主震加上有感的餘震 已經超過七百起 其中規模五以上的有二十八個 因為規模這個七點二的地震 它的餘震的時間 可能會相當長 所以也不排除在這個 未來還是會有規模五的餘震的發生 地震側砲中心預估至少一個月 餘震還是會蠻活躍的 不過地震發生頻率 以及發布地震次數也在降 整體看起來有趨緩的現象 學者則認為從九二一的經驗可以看到 當時餘震持續長達一年 而且那段時間還是有八到十個 六到七規模的餘震 這一回花蓮大地震規模達七點二 這一陣已經影響周邊的一些斷層活動 雖然餘震頻率次數會慢慢遞減 不過仍得留意可能會有規模六以上 大中型的地震發生的情況 另外受到封面的影響東北季風增強 稍微低一點 在這個區域裡面 未來這一年內 還是會有規模六到七的餘震 還是會有 到底什麼時候會到原來地震之前 那種背景 一般我們推測大概 可能要到一年的時間 才會降得那麼低 另外受到封面的影響 東北季風增強 各地水氣變多 氣象署表示八號九號 天氣不穩定 常飄雨 而且北部東半部 降溫稍微偏涼 花蓮地區雖然降雨不明顯 但多雲 得留意山區能見度會降低 氣象署表示要到週三水氣 才會逐漸減少 不過仍會有東北季風影響 導致雲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宜蘭降雨 週四到週日 整體天氣回穩又回溫 高溫可來到三十度 但基馬地區亦有低雲貨物 影響能見度 得多留意 記者無聊宜裝自程會報導 到